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佛家讲空 道家讲无 你看那个在这个网络上 在很多的说法中都有这个 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到底什么叫空呢 什么叫无呢 就这么说的 那么说的 怎么说的都有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怎么说的都有 然后真正明白的人 我以为真正明白的人 他不在空中 也不在无中 他不在空里面 也不在无里面 什么意思 佛家讲空 道家讲无 这是用什么说出来 用人的嘴 用人的语言 人的语言在人间太多种了 加拿大最大城市 多伦多 140多种语言 语言是属于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 它隶属于各个不同的民族 有着不同的语言 有着不同的语言 是吧 26个字母 颠三倒四就是英文 就是那日文呢 叫摸摸摸泼 就叫 我学过 就是摸摸摸摸 我就觉得这嘴怎么老张不开 就是俩嘴唇碰 不同的民族 有着不同的语言 当用人的语言 去描绘 空和无的时候 它既不是空也不是无 它的层面太低 它的层面太低 咱举个例子 举个谁都听得懂的例子 原来解释过 说这人干坏事呢 男女之间干坏事呢 都说这事很脏 这事很脏 这事很脏这个事 特别是女人 有时候做这种事 说你别 不好意思 这个对不起 我做了 我是个很脏的人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没有中国人 日本人 越南人 美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非洲人 没有区别的 你到哪儿 人都说 干这事是脏的 所以这个行为的本身 超越于人的语言 大家明白了 超越于人的语言 那是生命中的堕落 对所有人 七十亿人都是同理的 所以它超越了语言 当你中国人在讲 如果用人的语言 去讲空和无的时候 那个境界没出来 所以我才说 你认为的空 你认为的无 根本不是空 不是无 你不在空无中 才是真正的空 和真正的无 你不在空无中 空和无中 你就在其外 你就知道 这件事情 包括人们说的空 人们说的无 它的生命的真实了 你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 你没有不知道的事情 不是说就像字典似的 你全都在你肚子里 不是 而是你肚子里 什么事都没有 可是任何 这个层面 人中的事情 放在你眼前 你都知道 它为什么 和它的结局 中间的过程 就是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就是 这是真正生命的概念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华盛顿共识不复存在 川普访华 高规格接待 表达赞美之词 但是回到 华盛顿之后 川普政府准备 对中国政权 中共政权 采取强硬态度 特别是经贸问题 我觉得道理就这么简单了 那其实 我原来的节目中讲过 我说 川普到中国访问 结束了从 4月6号到7号 习近平到美国出访时 当时的整个 他们达成的协议 川普结束美国 结束在北京访问之后 那习近平派了特使 到朝鲜 很简单 朝鲜这件事情呢 看来就最后没做成 那应该说 宋涛见到了金正恩 但是谈崩了 所以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中朝之间的大桥 公路关闭 那川普要从习近平身上 得到东西没得到 那政府就是政府 哥俩是哥俩 对不对 政权是政权 所以这是我觉得 这是前后出现结果的问题 川普跟习近平 个人的良好关系 没有阻止川普政府 对中国中共政权 采取强硬态度 美国商业部 接二连三宣布 对中国进口的工具箱 鲜薄 硬木交合板 采取高额的反 寝销的税和 反补贴税 而有关中国 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 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已经展开调查 一些代表在美国 投资的外国公司的 美国律师事务所认为 共和党与民主党 提出的共同外国投资风险 审查更新法案 如果通过的话 那将会对中国的 在美国投资 带来更多的问题 一个博客网站 叫面对现实的创办人 曾经担任过 外交政策的副编辑 托纳尔森 我想接下来发生的是 川普政府将继续相对缓慢 但很稳步的 对有关对华贸易政策 做出重大改变 这些改变 不会像川普竞选总统时 提出那样的具有革命性的 但是呢 对华政策的贸易那种 就是美国的利益优先 川普绝对不会跟 因为跟习近平之间的 个人关系而出现改变 所以这里面 我跟大家分析的 一直讲说 川普对习近平个人 有好感 对他个人有说法 而好感与说法的原由 川普从来不说出具体的因由 可是一个生意人 往往在这些问题上 是有着他具体因由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你给我三毛钱 绝不是两毛五 你拿七分半 对付我一毛四分九 我绝对不干 所以这是具体的因由 川普不讲出他具体的原因 是有他因为所在 但是呢 习近平的能够博得 川普好感和赞许 是这种个体的因由 可是这个个体的因由 也没有在中共政权 习近平掌控 中共政权本身 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 所以作为川普本身 拒绝中共政权 接受习近平个人 而习近平统领了中共政权 不做出相应改变的话 那川普同样会失去耐心 纽约时报 30亿美元的地下钱庄案 中国资本外流的冰山一角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地区 成千上万人都想方设法 绕过中共政府 资金外流的严格控制 有关部门打掉了一个钱庄 而这个钱庄被打掉前 有一万人最终通过钱庄 成功的把200亿元 大概和30亿美金撤出中国 那这是新华社的报道 这里讲的是在广东韶关 破获了地下钱庄 前后的整个这个故事呢 在国内有报道 星期四讲 中国警方扣留了7名涉嫌 参与地下钱庄的人 查到了148个非法账户 涉及一万人 人们躲避限制汇款的 另外的办法就是赌场 使用信用卡 在海外购买奢侈品 又可以在海外兑换 现金的保险 现在还透过这种叫 电子货币 也在非常疯狂的往外赚钱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习近平知道 在他过去之前里面 包括胡温年代 印了很多钱到社会中 结果社会里没钱 银行没钱 这个国营企业没钱 地方债务没钱 这个钱上哪儿去了 所以政府控制的层面没有钱 而地下黑流 这钱却到处都是 我记得原来听过人故事 不是现在的 十年前就听过 在海外很多赌场 有中国人放高利贷 放高利贷那钱怎么来 从国内来 这一头你在外面 这个赌徒在外面找到放高利贷 就在赌场里面 说我要十万美金 这钱在哪儿 在国内呢 两头一对就出来了 那头你把钱给来 这头你就 就跟银行一样 这头你就取美金 但是中间人家扣手续费 这个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所以而干这事的什么人呢 官二代 官二代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的秘密 到赌场里大家都知道 文章最后提到说 新华社此前曾经承认 地下钱庄具有一定的诱惑性 特别是对哪些资金来源有问题的人 但也警告说如果钱庄庄主潜逃或欺诈客户的话 广大群众可能面临财产损失 新华社讲这话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 第一个 第二个 透过地下钱庄弄钱 这个钱在账面上没有 正好符合了那些挣钱的人也是从底下挣来 所以说广大群众面临财产损失 什么叫损失 什么叫不损失 就像我说的 在外头抢钱的 你看到那个巴黎抢钱的 很多都抢中国人 为什么抢中国人 抢完了他不知事 他报了官道说出事 整个国民整个社会都是这么生活和运作的 这是今天习近平真正面对的金融风险的现实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